我是特别的干承去炒作了几个重点 一个人啊 他就这种成长的速率 一样 并不代表说这一张卷子 就能全面的非常彻底的成长一个人的讲迹 你碰到这个老师给你批的膏 你碰到另外一个 你那一说就没了 你可能就叫三分了 大家好 我是廖宇文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高考 因为很快就要高考了 这两天就不知道心情怎么样了 这是你人生里面的第一次 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 就是他比你之前的所有考试都要重要 比你今后 以后你可能会考硕士啊 考博士啊 比那些都重要 很多同学的感觉压力很大 压力大是很正常的 我们还是要有一种特别好的心态 所以我就说 今天不知道大家现在心情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有点紧张 那么你可以扣一 如果你觉得信心满满的 那么你可以扣二 要是你觉得也没什么大的感觉 就可以扣三 我们可以互相感觉一下 这个高考这个事情啊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啊 高考确实是很重要 那么如何去认识他 如何去对我们的人生 有一个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首先一点 我还是特别的期待 也特别的祝福 应接考生们 就能够顺利的考上 你们自己喜爱的大学 你到了大学里 那是一个新的一个空间 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在这么一个年龄 很年轻的一个年龄里边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相遇什么样的人 那么在大学里边 他就来自四面八方 然后不同的文化成分 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强烈的文化交互性 大学是你的一个成长 是你在多元的文化里边 然后交互的这样一种推动 然后你的价值 维度更加的多样 这样的话 也决定了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而不是大级小败的 我只认这一个 那其他的都是不对 大学 它的一个很大的意义 就是在人文培养上 第二个呢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 高考越来越去向于一种全国的 相对比较统一的 那么这么一个卷制 所以它确实是对人有一个筛选作用 它的主体 就是每年 比如说一千万考生 然后呢 里边 比如说考上多少 那这里面选择的 这么一个比例里边 其实就把学习在中等以上的 那基本上都能选出来 所以它这么一种选拔 并不代表说 这一张卷制 就能全面的 非常彻底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这个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呢 在这么一个卷制面前 每个人把都是不同的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公平 而不是绝对公平 你比如说 一个年轻人 他的成长 他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考验了 你的一个 你的这么一个专心学习的能力 但是比如说 我们说作为一个人来说 一个特别是作为一个少年 一个青年 那它不仅仅是一个学习能力 它还有一个实践能力问题 它的意志品质问题 而且这些东西呢 就很难用一张卷子来核两了 这个考试啊 高考就像一个全能比赛 就我们在奥利比克运动会里面 你说气象全能 那全能 全能的 它就占了很多的好处 但有的人他不是这样 那他不均衡 比如说艺术感很强的人 他可能对色彩啊 对造型 对什么 非常轻 非常好 但是艺术院校招的量很少 他不可能都跑到那去 所以说一个人啊 他的这种成长的速率不一样 他可能再长大两岁 他就比较的性格 就相对的说 比较稳定一些了 那这时候呢 他就学习的兴趣 那可能好起来了 但是这时候 他高考的这一年 没对上 他可能就有问题了 甚至就落榜了 但是教育模式里边呢 又很难去 必要来设计 只能按照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 这么一个标准 来这个设计考试 所以就说这个一张卷子 甚至说是很有局限的 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卷子 就把自己打倒了 如果假如你挫折 没考好 那你怎么认识自己 那就把自己否定掉了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的 上榜不上榜 有时候就差一分两分 我参加过一次高考的语文乐卷 就深深的体会 这一分两分三分呢 有时候是实在是太容易上上下下 这个语文卷子啊 它的主观性 在批感的时候 主观性是比较强的 就正好这个老师 他喜欢你这个语言风格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给你打的分可能就高 那有的老师还比较注重文字的美感 或者说书写的美感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个经验的 就每个考生 你考试的时候 语文这张卷子 你字写的再不怎么样 你把它撑开 如果老师看着费力啊 他的第一印象很快就差了 所以刚开始有时候啊 其实我是特别赞成 去炒作了个什么状元 这个状元那一分 语文卷这一张 你就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你碰到这个老师 给你皮得高 你碰到另外一个 你那一分就没了 你可能就掉三根了 你那个状元就没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它是很有一个偶然性的 很有主观性的一些 甚至可以说有点运气成分 所以你因为这一分落榜 你无非这里边很多偶然性因素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东西 来否定自己 家长也不能因为这个东西 否定你的孩子 所以我们要学会啊 这个认识到一点 就是高考是一个充满意外的 这么一关 什么叫意外呢 不但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批卷的主观性 就是你的心态啊 你那天的身体状态啊 你那天的什么什么 各种偶然因素 也许有的人 而且他可能那个 他不太适应这个考试的 这种方式 比如说可能面试的就很好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可能这个时候的状态 你成长的这个阶段 正好是你 还不是你生长最有力的 那个阶段 这是一个 我们说考试 跟人的状态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为什么我们对待考试 要有这个一个放松的心态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它的这个资源的 从现形式吸取方式都变化了 是个继续学习的人生 所以一次没考上呢 这个也不代表你后面就没机会了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高考 他把年龄放开了 你不甘心的话 你可以再考啊 你说在日本 他有个词叫一浪 二浪或者三浪 这什么意思呢 就第一年没考上的落榜了 一浪 明年再来 二浪 后面再来三浪 就我们的年轻人呢 不要怕这个浪啊 不要怕一浪又一浪 就是你这个时间 要给自己余底 不要把那个一年没考上 看得太沉重 读这个 在学校年轻生毕业之后啊 有一年 这个年轻人 他考上我们的复杂新闻学 他是在工厂守仓库的 小学毕业 他后来可能参加过一次高考 结果呢 没上榜 所以这一年又一年 他是第六年 考上新闻学院的研究生 其实高考 他对人的考验 真的是全面的 顺利的话 也是一种考验 就说明 你自己的这么一个积累 和你的学习能力 那这也是一个证明 那么没考好 你怎么对待 你对自己还有没有信心 对自己的价值 还有没有确定 那这同样是一个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 嗯 面对这个高考的时候啊 嗯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生死观 哪里谈得上生死呢 就是我们整个大人生里面的 一个环节 但也是个特别重要的环节 但是你从这上 没上榜掉下去了 那也不是啊 就算是完了 那绝不可能的 就算你顺利考上的人 那么他这一关 他没有挫折 然后进入大学以后呢 就是他是顺风顺水在学 那么即使呢 可能比较连续 但是缺一个东西 就是那种磨练 就是那种挫折 那么如果是你落榜过 然后你咬着牙齿又坚持 就是你提前把这个挫折 啊 体会到了 高考的时候跟同龄人对比 你还是有一种危机感的 那这时候你还有一种青春的力量 然后你自己哎呀 往上实际奋斗 哎 不但是进入大学 这个轮子上你往前追 其实在内在里边 你还积累了一种精神 提前磨练了一下 所以这个在后半段 就尽管你后来毕业 比别人玩两年 但是你出去之后 你可能心理的准备比别人好 在高考中啊 所以我们说啊 有时候你在高考没考好 嗯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意义 就是它给你前面 十七八年的这个成长 敲了个敬重 你不是说在这个地方 是一时出了问题 在恒代的程度上 对有些同学来说 可能就把你前面成长 学习中的这个问题 总的呈现出来了 然后给了你一次敬重 啊 比如说落榜 你到底是奋起 啊 就是直追 是自己啊 焕发精神 还是啊 一家伙就沉沦到底 这是一个巨大的选择 所以家长对孩子 也是这样 也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 有一个很宽的视野去理解 所以这个 我们有时候太重视这个竞争 但是我们还更要重视 孩子的成长 别管跟别人怎么样 不要跟别人比 那这是个孩子 他要成长 给培育出一种内心的 一种这个精神 让培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 等等等等 不管是成也好 败也好 还要继续往前走 家长来说 千万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孩子那么小 可塑性 发展性还那么好 你就因为这么一次高考 你就 给他那么大的一个失望 我觉得这完全都不合适 所以这个 有一年我去北京 我觉得我的老同学 就非常好 他的孩子那年要高考 大概还有两天就高考 后来我在那个北京 跟那个孩子的妈妈 讲起来这个高考 这个孩子平时很聪明 就是比较捣蛋 高考 就为他非常担心的 后来我说其实也没什么可担心 哪怕一年没考上 那还明年再来嘛 给孩子一个很宽松的一个心情 你急也没用 你还不如微笑着 然后当天晚上跟孩子谈话了 说你去考吧 没事 考上了 是我的儿子 没考上还是我的儿子 以后再努力就行了 后来考试也考成一个九华五学校 所以这个父母对孩子 我觉得是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 就是你对他鼓励一下 哎呀 孩子心里马上他的那种出现 他的那种心里面的阳光 立刻就多了好多 你给他点滴一下 哎呀 他的那个心情啊 他的那种哎呀 郁闷啊 他的那种沮丧 就放到很多笔 在年轻这个阶段上很敏感 也有点脆弱 所以要看长远 我们中国当然也不算是高考 特别的那种畸形的 我觉得这个 我在韩国工作个两天 我觉得韩国人最高 他的那个大学考试啊 陆续考试 那个是比我们还厉害 考场外面 就是高层学生进学三学考试 外面都有那种学妹学弟跪着 哎呀 为什么起伏 家长这个交集 然后各种社会里面的那种 哎呀那种那种那种一定的紧张 比我们其实还要厉害 所以这次要高考了 跟大家来这个聊聊高考 总的来说 我不是说高考不重要了 我前面也说过 我现在还是要整身 对年轻人来说 学了这么多年 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但是呢 他不是决定你生死的考试 也不是决定你未来这个发展的 唯一的这么一次考试 所以我觉得很希望 很祝福考生们 考试顺利 考试自己心意的大学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 你就这个 这个可以给我这个 一锦三连 我们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我是梁永安 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啊 荼毒共济 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